在聽到老師也在要進入QA 還有替我們好名古化行動協會的私塾堂課 之後我預告之前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我覺得老師在講任何話題的時候 很容易就講到一邊就一邊去 我覺得很像人跟人間相處 沒有人都在相處的情況下 沒有人都在相處的情況下 就可以知道這個人的春彩樣貌 因為我們這種活動很不像 過去的哲學星期五的題目 可能主題定義很明確 我們的主題一直都很開放 是個很開放 所以為什麼要寫特異小作 所以可以對照到我們現在 在看很多事情的面相 或者是真相 它其實真的都不是同一個 因為光靠這樣的一個小時候的演講 可能大家都不把揭曉到為什麼 畢竟老師也活了近30年的生命歷程 如果能夠用一個小時候 能夠跟大家分享 他的時候寫作經驗有一個歷程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對此不會來有興趣 那剛剛有幾個 因為我實在是他講的很笑話 我就是個很奇怪的 所以聽到很多老實講的點 我就很想講幾個人的笑話 比如說他老實講的詩 我就是這樣講的點 大家都聽過那個 正從畢竟我達人的馬子 你不會來 我不是歸人 我是乒乒馬 我忍了很久就很想講那個笑話 然後因為就是 剛才有講到那個讀者的地方 就是高齡的讀者 可能不見得想要看 寮寮面殺人事件 這可能會想想到自己 所以 我想說高齡的讀者 想看怎樣的事件呢 可是我覺得這樣 不可以拿 因為老實有說到很多語言的事文 那我就會想 那高齡讀者在療養院 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可能可以帶一些東西 比如說就是 高齡讀者在療養院的 那個按摩椅上面發生的事情 就有置入性行銷 比如我今天是高島的按摩椅 就是說 這個椅子跟平常的 在店家的setting是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後來大家 如果要靠寫作吃飯 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置入性行銷 然後那你的 因為我最近看 終點還是看一板的書裡面 那邊也會看到他講車子的請納 或者講到 他們像一板也喜歡寫 講推進 要文藥嗎 那可能就帶到一些唱片 我都懷疑他 其實跟唱片業有一些 那個分 跟超成的那種概念在裡面的事情 好那今天就是我的心 不要講一下話 才開花笑 就是 我們的主題 在為什麼要寫推進小說 其實在我們寫會裡有個副標 就是誰殺了熊手 在推理這個故事當中 大家看到很多的小說 或者是電視電影等等 都誤化 說他可能都不會做到 這個社會是怎麼樣制裁這個熊手的 比如說我們的幹例 簡訊裡面講到死神 就是他在那邊大頭痛苦 暴脫痛苦 其實 其實如果沒有影像話 我都會無法想像 暴脫痛苦的那樣子 剛剛這個朋友有講到 就是黑衣人的樣子 在那個解謎的過程中 主見樣貌的時候 他可能就在那邊 難過錯 或者憤恨 可是都不會講到說 這個社會 怎樣看待這個犯錯的人 然後 我意外上講的 就只有 我們的班尼也有講到 空洞的實質架裡面 空洞實質架裡面 他在講審判的過程中 都得不提到說 這個社會怎麼樣 希望那個熊手 受到制裁的 可是其實 其實眾多的推理的話 裡面大家都不會 focus在那個 胸口怎麼樣 受到制裁 這就是覺得 我覺得是蠻 是這個推理小說 不需要知道 兇手如何被量刑嗎 還是這個量刑的出現 又不會幫助我們 讀者吸收到什麼 大家會不會有這樣的理由 他做壞事耶 被抓到就好了嗎 那如果他做到壞事 被抓到之後 是不是要有相當的 要殺了五個人 要換到怎樣的刑法呢 所以我覺得在 推理小說 解謎跟判刑這個過程中 即便判刑 並不是推理小說裡面 有趣的那個部分 但是我們在 做這樣的寫作的時候 是不是要去瞭解到 這樣的實力 我的意思就是提供給大家 如果要增加寫作的話 你在寫這樣的故事的情況下 是不是會設想到 這樣的兇手 做了如此龐大的惡事 會受到怎樣的制裁 這是不是在你在 收緊資料 收一個閱讀文本的時候 必須要去做整理的 回到就 回到我們的課程 就是老師剛好 他講一二堂課 跟五二堂課 就麻煩我的同仁 切到我們那個 課程大方的地方 在我們的那個想像當中 現在我們所缺乏 而我們 在寫推理小說 因為缺乏是 好 等一下下面一點時間 第三堂課 跟第四堂課 會講到犯罪 實力於介紹法 以及台灣司法 判決於政法實力 這就是我 對剛剛的問題提出的疑問 我們在寫一樣 推理小說的故事的課程中 並不是只有找到兇手 這個兇手在 在社會上是需要受到怎樣的制裁 我希望 我們也是希望 來參加的學員們 能夠去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思考這個問題 可是從這個地方 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台灣 在科學辦案裡面 需要遇到什麼元素 我們的科學辦案跟 C.S.A.N.O.在一集 四十五分鐘裡面 就可以解答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一樣 另外還有今天 網路上有一篇很熱門的文章 就是一個法官在說 台灣的法官為什麼是恐龍 我覺得這個 也剛好附近到我們今天講到 第四堂課 台灣的司法判決 還有偵查實務 我今天有講到一個就是 我看到那個文章 最有印象點就是 當你一個年輕的法官 判了六年的安全判決的時候 你如何在第七年 去做出你真正想做的判決 如果你做了這樣的判決 那前面那六年的人 你應該怎麼會對他呢 我覺得這也是對於 寫作者應該要做一個功課 當你在寫作的時候 如果你再初期 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社會的真實樣貌 好好的情況下 你才有辦法在未來 面對你過去想的作品 有信心嗎 你才可以說說 我寫出這樣的作品 我當初就做這樣的考察 即便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想法 我今天認同當時的自己 但是我在當下就做我 能夠做的最大的力 所以我們在做整個 六堂課的套課裡面就是 現在變成補習班的方式了 這六堂課裡面的 就是除了講推理 如果寫小說以外 重要的特點也是 老師之前講到很有興趣的 要知道如何寫作的情況下 在元素的收集 裡面有料 你就寫不出那些 有趣的文章 好 那再給大家幾十分鐘想要玩 再想想一下我的心想 寫作就是一個 跟老師剛剛說的一樣 就是一個過程 所以即便我們在設定他 如何寫推理小說 我覺得當然應該可以 如果我寫協 對推理純淡小說 像星尼范X先生 大家都不會說他 是推理小說 都會說他是純粹的 純淡小說 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 看著都覺得好像 愛上的那個 照顧 自己照顧小孩的那個主角 就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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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大家的 參賽課程的情況下 其實是個探索自我的過程 找到你自己 想要怎樣的路線 或者是怎樣的方向 才能夠讓你一起做 然後或許可以讓你拾起 鍵盤 細鍵盤 去打聲小打的問題 好 那我們就三個問題 三個問題 剛剛這裡已經有一個 虧視了 有一個虧視 那還有 謝謝老師 我要問你比較 沒有沒有 不是你 因為我在看很多 就我最常接觸的 會還是漫畫 這種比較簡單的媒體 我最常詢問的一件事情 不是說 是嫁害者 或是那個推理的人 而是推理小說裡面 那個受害者的意義 到底在哪裡 我們其實 其實 進行推理小說 很簡單的一個事情 就是 那個角色是亡 或是發生什麼事 但是 似乎這種公式 是可以照到 大概很多中文角色 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 我要問的就是 當我們在 我要下筆寫 推理小說的時候 就算我不拘泥 那個形式 我似乎要先把 那個受害者挑出來 讓大家看到 這是推理小說嗎 應該不太懂我意思 我的意思 最簡單就是說 我們如何去 創造一個受害者 而不是一個扁平的受害者 我覺得這點是 讓我覺得很困擾的一件事情 是 當我要下筆 我要寫那個受害者 因為往往推理的人 跟那個受害者 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和柯南 跟那個受害者 什麼時候有關係過 他好像是人家在天空的神 去看這件事情 但是 受害者跟加害者的關係 是非常明確的 但是我們怎樣去幫 我們在書寫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把這個推理者 加了一點點情感 進去跟受害者 強制聯繫 或是加害者強制聯繫 這是我想要問靜瑤 就是說 你在寫作的時候 會遇到這種困難嗎 因為有時候我們 如果要當寫推理小說的時候 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情感 放到那個解答 謎題的人身上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 又更不像是 有那種 權質啊 或是冷靜的觀點 感覺變成質疑 這是我的問題 不好意思 好 那現在兩個問題 還有第三個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的問題很多 好 那大家請 這樣 先回答 那我先講看這個虧視 推理小說念虧視 它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存在 這個道理是從歌舞伎這個文化來的 大家知道歌舞伎嗎 剛才講到 黑衣嗎 看在裡面黑衣什麼 歌舞伎裡面有一個角色 就叫黑衣 大家知道歌舞伎是什麼嗎 卡布基 就是日本的一個傳統的 歌舞的表演的形式 那 這個形式呢 就是 就是 當然台上有很多演員會演 但是同時有一種人 叫做 穿黑衣服的人 這個人 叫做黑衣 這個人 可能會負責拿道具 可能會負責 比如說 有一個龍 一個龍會出來 然後他就是擺中一個龍 但是 底下的觀眾 會選擇性的認為 那些黑衣的人 是不存在的 這是日本 觀看的一個形式 老師是那天才變變變裡面的那些類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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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如果看過天然變變 應該就知道這個概念了 好 那 魅韋和彤 他就是一個日本的歌舞伎舞台 尤其是專門是在做舞台這樣的一個專家 那他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 《虧視舞台》 他在虧視舞台裡面就是去 去梳理的 去講 關於日本虧視官看的這樣的文化是怎麼產生 這樣的文化其實是從一個戲劇上面來看的 我們想要去看別人 藉由看別人的動作 藉由看別人這樣的觀察一點 然後得到自己的觀點 讓自己可以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當我們在突退小說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某部分在享受這樣窺探的 這樣快感的一種刺激吧 可能就覺得你才看到別人的人生 然後有點冒險的感覺 然後又可以從這個觀看的動作裡面 去思考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 你剛才講說的理由嗎 就是 我剛才講說 老師已經回答說 對 就讓我們知道 那些犯罪者的理由之後 有一點得到一種快感的感覺 然後聽到什麼樣子 會對我們對歸式的 對 這就是所謂的認同的問題 你會認同書裡面 某些角色的動作跟行為 可能他是一個好人 你就認同他 那很多時候 可能他是壞人 那你也認同他 那你認為他作惡 作壞其實是有他自己的理由 你也是藉由 觀看他的過程裡面 得到屬於自己的解答 那這當然也是一個 推理小說的一個原點 那當然 世界上最早的 這好像都不太一樣 那個 世界上最早的推理小說 是什麼小說 是 艾倫波寫了 推理小說 他在 木格爾街裡面 就寫了一個小說 在講推理 那這樣的故事裡面 那其實是 曾記著 恐怖小說 西方 哥德爾恐怖小說的文化 哥德爾文化 哥德爾文化就是一個 封閉的文化 是一個恐懼的文化 感覺又要講 總是 哥德爾文化 當我們在看 哥德爾小說裡面 我們也是從 揮探這樣的 快感裡面 得到了 一種 一種快感 真所謂的維多利亞式的快感 那 好 如果我要繼續講下去 我感覺沒開談 總是 推理小說 這樣的觀看 不論是從西方的源頭來講 或是從日本他自己本身的源頭來講 或是他們的道理 實在 好 先這樣子 那 第一個 不好意思 我是 我是情侶的知識 你剛才 你剛才說 啊 弟弟喔 最大的 我覺得你會問這個原因 可能最大的原因是 你可能被柯南給污染了 不是 不是 我問問題很簡單 就是 對於你們而言 對於寫作推理小說的人的而言 受害者到底是誰 是是是 很了解 對 受害者 加害者 很多時候在推理小說裡面 他其實是沒有很 就是 他可能就是 強調就是密室殺人 或他強調就是這個形式 強調他的行凶 甚至可能是隨機殺人 但其實 呃 有很多的小說 他其實 不是在 描寫這樣 形式上 表面上的問題 最厲害的小說家 我認為寫最強大的高手 高手中的高手 就是 龔美信 龔美信老師在 羅法半邊 就是 寫了 人 為什麼會去做那些事情 那我們為什麼會受到那些影響 而去做那些事情 那這樣的一個 寫作的方向呢 其實就是一種 很深入派 而且是平常被電革派 可是電革派是 江川亂部所創造 江川亂部他當然除了本革派 寫了 比如說 明治小武拉 然後寫了 那個怪盜二十面相 但他其實也寫了 超過噁心跟亂七八糟的電台小說 那 那些電台小說 現在就歸類為 電革派推理小說 他是十足 那 很多的 不管是社會派 或是電革派 他們都是很強調 自己 都是很強調 角色的人物的行為 他的自己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然後後來 沈濟了這個 這個過程就是 宋本清章 宋本清章老師 他是藉由這樣子人物的 這個 不論是加害者 或是被害者 藉由他們所代表的階級 去接觸這個社會的 糟糕的變相 在他 他崩潰的地方 到底在哪個地方 這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 那我 我的心目中也是 很喜歡 這樣的創作成功發表 所以 雖然 就是本革派是很 很傳統 但是我其實個人 是很討厭本革 本革一些吧 但我並不是討厭你 世間老師嗎 不是 我很喜歡你世間老師的作品 只是我們思考人 路數是不同的 那 我自己 我認為我自己是 算是社會派跟變革派 這樣的創作 那我很希望可以藉由小說 來去 摸到 不論是嫁害者 或是被害者 那我更想要 做的一件事情是 點 點出這個社會 發出什麼問題 然後藉由這樣的關係 來說明 現在哪些 社會是糟糕的 然後我看到是 覺得很不行的 然後我不喜歡 然後把它提出來講 這樣子 這是我的一個 現在的創作 也許以後 我會變回不知道 但這是目前 我現在 所喜歡的一個 一個狀況 好 好 好 那今天也有一起 在寫作的朋友 是不是有要提出這個問題 好 當然可以 對於前面兩位的那個問題 如果我有誤解的話 然後你們就知道 我剛剛聽兩位的問題 大概不知道 是怎麼可以簡單 包括你 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我第一個會想到 這個問題 包括動機的部分 然後跟那個 作案者 如何辦法 所以讓他不要變成 點叮 他存在意義 其實我第一個想到是 當然這一步到底是不是 推理最有真意性 就是日本種的那個什麼 推理電玩 那個海貓民旗之詩 他其實裡面就談到 很多關於窺探的一個問題 他們怎麼樣 一群人怎麼樣去發 那個貓箱裡面的東西 他其實談了很多關於窺探的一個問題 就這影片其實可以去做個參考 再來他有畫了很多的篇幅 就是去在講那個 受害者 他的一個 他一畫很多篇 他又講到 不同面上去講受害者 那其實他的中間 其實累積了很多能量 你在創作的過程中 你對於最後的 他們這個死亡的過程 你是沒有辦法去推翻的 可是在你的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覺得受害者的 他也讓 讓你在看一個事件的時候 不會覺得他只是一個人死人 你可以去瞭解到他被鬧 甚至是他的被他離合的一些東西 因為本身 那個主角 他其實就是他們的親戚關係裡面 所以他是有 跟剛剛比起來說 沒有偵探跟受害者之間的關係裡面 其實因為他就是身邊的人 所以他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連結性 然後跟後面的渲染效果 我覺得他其實做的 是還算蠻成功 當然他究竟很多問題 這個 我相信如果 有玩過的人應該知道 他的一個狀況 那剛剛像你提到那個 判刑的一個部分 當然判刑 這其他的 法律的一個問題 到底我們做了 其實他是不是很了解 法律那個判刑 怎麼去判這個 生命方面的問題 那我覺得其實 像剛剛老師有提到那個 第四名被害者 那也以後面接觸 我覺得他其實 他就是很微妙 他反而在最後結尾 他那個兇手並沒有受到 真正的制裁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地方 因為大部分的小說 其實到最後都是 看了你們剛剛講的 就是被抓到的 很知道怎麼被判 那是一種事 但是我覺得那篇非常 有趣的是 他到最後是 突顯了一個東西 就是法律根本沒有辦法去制裁 這個兇不兇 也甚至不要說 不要說是判刑 他連抓都撞起來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不是 有時候不是不關心 有時候是 一個可能製作者 能不能去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自己放到 我們現在的社會之中 同樣一個案件 不像之前的政界 到底要不要看被判死刑 其實這個就有現實法 法律上面的一個問題 司法上面的一個問題 所以能不能碰觸 這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議題 可能會牽扯到更多 那其實對於小時候 常常不會碰到 後面那一塊 去被大家討論的東西 是哪一部分 是我覺得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謝謝 這樣 這樣如此 接著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 講堂裡面想要討論到的東西 我在講到判刑的地方 死刑跟 跟 廢死跟 死 不廢死 廢死跟死刑 廢死跟死刑 這兩個 感覺是很 不是很簡單 但其實就是很衝突的密題 除此之外 衝突的密題 對於作者來說 要不要用在他的作品裡面 我覺得會表達出 這個作者的想法 假如說我心裡內心 我支持死刑 我當然不會讓 這個 兇手在後面的時候 是蕭若寶寶 或者是 他有被抓到 因為有沒有被抓到 應該是故事的總唱與設定 這不應該會放在一起討論 可是如果 怎麼樣 料理 也怎麼樣結束 這個兇手的未來的 篇幅 就是觀看 作者的心態 所以我才 這問題到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剛剛 金老師有講到說 很多 台灣很少這樣的 無論是怎樣的作品 他可能就選出 除了我們選擇 之後聽到這個 大眾選擇 大眾選擇 會不會讓我們覺得說 台灣是蠻 失根的 要怎麼去解釋這個失根 所以你沒有那個元素去創作 你想要創作的東西 你可能看到架上 這當然跟行銷有關 你可能這個問題 這應該是很結構性 是不是分過你意思 當作者 或者是想要創作的朋友 夥伴們 沒有那麼多的元素跟素材 你不知道台灣怎麼樣 在法律上去判刑 因為假如可以的話 你不知道台灣人現在的 如果我們講硬賴的話 你不知道台灣人現在幾歲的時候結婚 不知道台灣的 那個女生要求男生的薪資 所以只要多少 你才會讓他更進步 好 再來再講 如果講律師訴訟的話 你不知道 律師事務所裡面的律師 實習生相關的規定 然後再講冒險 如果你不知道台灣的本土 有什麼樣的鬼怪 或者是怎樣的角色 我們如果沒有 我們沒有遊俠歧視這種 可是我們有怎樣的 替代商品呢 或者是有原生種的那種 比較快樂的相對的東西 就講一下 然後上個月的時候 我就平民學獎 七大五學獎 然後裡面有一篇作品是在 刑事式推理小說 那我本身是喜歡推理小說 就是這樣子 那裡面他的故事就講到一個殺人犯 然後最後那個殺人犯 竟然殺了一個法官的女兒 然後最後那個法官就接下了這個案子 然後他就去 然後那個法官就想 到底要不要給這個人判刑 然後最後給他一個 算是一個比較 不是死刑 這是一個危機不行 好這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好大家發現什麼問題 絕對不能可以接啊 因為迴避原者 迴避原者絕對不可以 去接你的被害者是 那個血親 你的六等還是五等血親裡面 那很明顯這個作者就是 不知道這樣的狀況 但是我們現在 不是很常都會這樣講嗎 就是如果殺的人 如果殺殺掉的人 是你的妹妹 或是你的女兒兒女 那你會不會這樣子判刑 然後我們可能就這樣 很激非城市 就很以為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在台灣的刑法 或是司法他們 確實是有很多東西是 我們這種局外 或是我們不是在這個事情裡面 不知道的 那藉由這樣子的了解 我們也可以去觀看 就是在理事長的時候講 就是觀看我們自己 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自己的面包到底是怎麼樣 對 我講這段的意思就是 我們根本不知道 台灣現有的資源或什麼 或者是我們在相處 這個環境到底 在漲成什麼樣子 要我們就是說 創作這些事情 我覺得會有點不如 你就會發現剛剛 竟然老師說到的 用奇怪的案子可能套了 我覺得大家 剛剛那年代女性也有道理 因為爸爸可以一直去 那種東西就是 我們大家想像中的爭議 就是這個 壞人就是該死 跟前陣子單索華盛頓 私情教育那部電影一樣 他現在 無論他被影響 反正最後就是壞人全死光 他活得好好的 這種很扯的案 很扯的劇情發生 我們對很多事情 就是靠著這種 很高很神聖的東西 這種想像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推理或者是在微學創作 我不要講 創作者在做他任何 能夠跟別人 跟他人 傳達自己內心想法的情況下 是不是對所有的事實與真相 做過他相對於的付出與努力 就跟老師說到 創作是個很需要 流血流淚的過程 你必須要 爬書到所有的 你寫這個組 你需要的相關資訊 才可以寫出來 如果你 老師可以想到他小 國中的時候寫的那個東西 在那個時候的資訊 說明也是頂尖的柯奶作品 如果以那個時候老師們都獲得的資訊 來講的話 所以我們這個課 還有老師今天講到的意思 會讓我覺得說 就是因為我們所思到的東西不多 所以我們才要一起努力的來 找到適合的資源 來一起來吸收這些資訊 然後一起 並且試著去創作 那去問他有什麼 好 那個我想要 針對剛剛所提的一些問題 做一些回應 那我是 就是推理小說五點之城的作者 那我想要就是回應剛剛說 創作者對於受害者的意識 然後小說中有沒有得到真正的正義 有沒有判刑 到底過程跟結果 是哪一個比較重要 那我覺得 然後還有關於我們的素材來源 台灣是不是一個十分的蘭花 它有沒有一個資料可循 那不是推出 就是順便講一下五點之城 它本身我其實是比較用心理學的手法去寫 然後我結合了台灣的一個三個案件 就是楊魯門的百米炸彈客 徐志浩的劍殺 我二的房清少女案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計程車運槳殺手 江明清的一個案子 這個我是從就是髮眼黑與白 然後就是類似那種的那種資料 因為我覺得說其實 再回到一個心理學來講 每次那個台北市長何文哲就說 等於說你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都是經由現實來 然後經由現實的數據 跟所有的事件來統計 所以呢 那我最喜歡提的一個理論 就是說它是一個創傷後症後續 譬如這個最簡單 這個名詞聽起來很難PTSD 可是它其實很簡單 就像票證好了 舉例我們舉些經驗姐姐好了 就是它之前不是在演唱會全文 就是說什麼 他以前小時候就是足隔亮 他就是高小三拿到不回家 然後可是 然後所以謝金捏度過一個 其實是沒有爸爸照顧的童年 那他小時候就是發生說 那我將來也要讓我的孩子 不要沒有爸爸 可是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將來就是謝金捏的兒子 他還是父父祥 就是等於說 他失去父親的這種概念 那個我們非聚會重演 通常會有兩種 一個是親戴的 就是親子之間 你會覺得說家族中間的悲劇 怎麼會反覆重演 那第二種是個人的 個人的就是跳成式的循環 小時候被虐待的 將來就會虐待別人 就是小時候被打 將來就會打回去 然後他的性質是非常像的 所以對於創作者在設計那個被害人的一個意識 就是之前有讀者 就是他跟我回文就說 他覺得我是一個很殘忍的作家 無論如何說為什麼 我哪裡殘忍了 他就說 可是你的推理小說裡 為什麼沒有讓兇手得到自殘 你的正義沒有得到真正的抒發 然後我們看推理小說都是希望有對一種正義 或者是被刺激十三級階梯 或是人等的一些就會覺得說 我們這個世界有希望 可是為什麼你沒有讓兇手 兇手伏法呢 我覺得那個伏不伏法不是重點 因為重點就是過程 是一種歷程 因為我們現實的殘酷 也可以看到正義 並沒有真正的得到抒發 那心理諮商 專業的諮商裡面 他會說 我們常常會在人會重複一些悲劇 那我們要跳脫悲劇的一個模式 就是要理解悲劇 譬如說 每次都會 就是戀愛裡面都會愛上壞男人的女人 他就會知道說 就是我因為小時候發生什麼事 然後將來選取戀愛對象的時候 才會選到這樣的壞男人 然後下次就會提醒他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會理小說不一定就是真正得到 一個真意的抒發 而是說那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看到社會的各個悲劇 是怎麼造成的 然後其實 就是他其實有一個 SOP 人襲委的SOP有序 然後你看到這個就說 這樣子我下次就可以 逃脫那樣的悲劇 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說 好那就是一定回答這三個部分 謝謝 那其實我問一個更直接的問題 假設我今天要選取戀小說 事上的罪我認為都不是罪 那如何開始 我們推理小說第一件事情面對的是什麼 是面對到你自己如何去定義正義這件事情 或是罪這件事情 可以理解嗎 這個問題我是最想問的 為什麼受害者會如此變病 是因為我們對於罪犯下之後 我們認為他只是需要什麼 而不是再去需要了解到受害者 為什麼 如果我今天去做了一件事情 是受害者 刻意我想死 所以我才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是想死啊 反正我就做見了 我不要用心理學的來講 我用社會學的來講 有這樣子的問題 我在我家附近看到什麼 一個男子永遠住在地點上 為什麼 當我們去推敲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去找一個人 去把他殺掉 我們如果去定義這件事情 對於作為一個 如果我要作為一個推理小說家的話 我想問 再做兩個 你們的想法 你們的正義的罪 真的是行著台灣行法 或是台灣法律中 或是世界的法律中 或是你們有面對 要任何的推理小說家 去推還 我們所面對的正義 是這樣的 我把它推理 我把兇手抓起來 我知道兇手是什麼 但是同時 我們回到自身上面 這個正義真的是正義 如果 我的問題 最大的原因 為什麼我們會去考慮 受害的正義 如果我們沒有去加進了 受害者的想法的話 我們的正義 這就是我的問題 這就是我的問題 關於加害者 受害者 最好 或是大家最通俗能解的 通俗能 你知道的一個例子 就是十神 賢犯給死的 的先生 你有看過嗎 對對對 就是 十神 他是一個 數學老師 是一個加害者 受害者 是街友 就是 街上 就是流離世所在街上 住在街上的各種人 但是在這一本書裡面 各位規模並不是 加害者 並不是以受害者的 心態來講 他描述最多的 反而是加害者 也就是十神 會想要放下 放下這樣的一個罪行 那 這是小說家 所選擇的觀點 但是小說家 只可以只有這樣的觀點 當然他 因為 各位規模的小說太多了 這只是他其中的面向 他剛好是在這一本小說裡面 他想要探討 這件事情 為什麼加害者 會產生這種行為 為什麼加害者 會做這樣的 這麼多的事情 那 這就是他的觀點 但他其他 只要在小說也有 很多都是談到 受害者 他會 很多時候 因為他講得太多了 呃 呃 舉例來說好了 我現在可以想到 因為我剛好 讀的他另一本 是那個 蜜蜂 天空之風 天空之風 是在講 電電所 不是電電所 不是電電所 合輪 合輪電廠的 的 的一個 一個 一個 犯罪罵 還是冒險 還是危機小說 反正是有一個 受害者 他受到的傷害 所以他想要去報復 他受到的這個傷害 就是所謂的核能 因為他故事太複雜 反正他就是 認為核能 造成他的人生背部 所以他想要去 反那個 反撲這樣的力量 所以說我認為 所謂的受害者 並不是在探討他之前 當然他之前是怎樣的 之前狀況是怎樣的 這是一個可以再去了解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們之後 是怎麼去面臨自己受害 怎麼去面對自己受害 怎麼去了解自己受害 怎麼去定義自己受害 這樣的過程 那在天空之光這裡面 我認為電影是拍得更好一點 小說就寫得有點太羅里巴說了 電影反倒是很突出這個面向 他在講他是如何走到這一步 由一個受害者變成一個嫁害者 那我認為在這一個方面 他是寫得很好 那另一個很厲害的 更厲害的就是公美姓 公美姓的 我基本上 我覺得他所有小說都會 主要每一個 就是他的小說非常的囉嗦 就是 因為他寫的東西太長 所以說每個人都 機忍上都寫了非常非常多 很多的東西 那對我來講 看了那麼多 或是主了那麼多東西來講 我對於這個方面是 非常有興趣的 但是我在觀母名中 剛好是 我認為是沒有輸到這一點 受害者的部分 我就只有注意到 一個第二篇故事 只有處理到那一個人 只有在那一個部分 但是在其他部分 加害者的狀況是更多的 那我認為 我現在 之後 就是我之前有在想 也許之後也要更加強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部分 我是簡單講說 我想要學習高中美姓老師 我認為這樣才是對的 受害並不是受害者 之後就OK了 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小文靠媽媽的 這個是一個 基本上我不太想講 但是 反正提到這個例子 請大家回想 但是我不會做評論 因為我認為 這是 這不是一個可受光明 只是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狀況 然後 我覺得我們有資格 去以小文靠媽媽的 做例子 我認為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一件事情 我必須要自己想好 才可以以這個 來做例子 但是大家也可以 也許可以從小媽媽 小胖胖媽媽的 困境 他的主義方法 來 回想 所有的加害者 加害者 和受害者 這樣的狀況是 那在媒體 媒體一定要 還佈我們的這個 時代裡面 我們是不是也成為 加害者 我們是不是也是受害者 這是 這是我現在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那也許之後 之後我會放到 這之後我會寫關於 記者這樣的行業 那這個 記者這個行業 就是視力 能夠出到這樣的問題 那 這也是我很想要面對 然後我認為 這個問題也是 大家所 被輕忽的 跟 我認為是非常 不只是輕忽 而是太 隨便的 隨便的造成了很多的憾事 這是我的想法 對 好 那今天的活動 在結束之前 我必須先請大家拿出手機 先打開Facebook 打開Facebook 麻煩你 把你畫一張 背影看 好 Dewin老師的這個背影 你看老師做了我才 他做了宣傳 他自己做了背影 就我們 不知道我們要幹嘛 就先打我們的 好 看好了 這個右邊的 右邊的 一樣 左邊現在 上這個好明話行動 這才是我們今天的 最主要的 收尾 為了讓 未來的時間 有更多機會 看到老師 不是為了要 要用 我們先簡單講 我們好明話行動 顯得到目前所有的資金 都是有三十個人 三十個八起人 自己生錢出來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 後面租了一棟 4加1的透天 除了要為了 好明私屬 等等 就是以後要給大家 用具備來 無償使用 這種可能性 然後目前為止 我們家都是自己操 就好 所以我們就開了這個 NGO 不可以靠社會的 益助而活著 這樣子不會長久的 沒有人的善心 或是無福尽的 推理文學獎團 就是我們 好 文化行動 做了第一個 收費的活動 他是 以項客 提供我們大家參加者 彼此都想要知道的資訊 來 試圖創造影域的一個活動 那誰下心手就是我們的副標題 我覺得很符合剛剛 最後面這幾個問題的對答 這是我們追求的正義 無論你這本書 有沒有真正明確的表明出來 在作者 去看閱讀者 閱讀者 視聽者等等 他們都應該會因為你的作品 去想到 真正的正義 是什麼 那我們的課程 請大家上了 按了讚之後 看到我們的字底 或者是第二篇 就會進入到我們的報名網頁 它是一個Google表單 請過去Google表單 這個Google表單 會顯得到我們所有開課的日期 以及我們的課程大綱 簡單的大綱在這邊 那課程的收費方式 因為有六堂課 所有的經費都是為了讓 考民司署能夠正常運作下去 以及會有未來的課程 一堂課我們單堂報名 跟整堂套課的銷售方式 然後費用都在上面 現在今天開始報名到七月一號 早鳥優惠三千六百元 七月二號到七月三號 四千零五十元八九折 然後 方法 付款方式還有課程問題的詢問 都在這上面 大家可以 都找得到喔 有手機喔 都可以上網 沒有辦法上網的話 這裡有歪在朋友 然後報名資料提點就在下面 我們的課程的 第三堂和第四堂 還沒有提出來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預計邀請的那個獎金 就是目前還頗受知名度的檢查官 所以在還沒有確定之前 我們都不敢提出來 等到一確定之後 就會馬上放上去 那所有的報名 我們是有人數上的上限 所以 以匯款 匯款資金為主 一般達到 名額以額買的話 我們就不接受報名了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 因為我們有十二個人開課的壓力 希望大家如果有沒有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報名 沒有興趣 覺得你的朋友有興趣會分享 希望能夠讓我們這個課程 能夠順利開課程 以後才會未來會有更多有趣的課程 那最後 這裡有三本書 是 我們剛剛去附近的書店搜過來了 因為今天忘了提醒老師可以換書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 秀教 老師做的兩本作品 第一本 患者港 290人 第二本 怪物的移工 300元 如果老師還在這邊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他簽名 如果他走的話 你就報名之後可以去找他簽名 好 如果要的話就是不找你 所以如果你沒有290塊的話 我就不找他拿300塊 那今天的活動 就讓大家謝謝清安老師 那我們把時間做 好 謝謝